震惊了老铁们 美国7月份的最新失业率达到4.3% 触发了著名的萨姆法则设定的经济衰退信号 自今年3月份以来 这已经是美国失业率连续4个月攀升 按照萨姆法则来说的话 美国已经开始进入经济衰退了 但是美联储仍然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这样的就业数据让资本市场应征大跌 美股自7月中旬开始就一路下跌 投资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和恐慌 让美股三大指数在8月5日这天暴跌 创下2022年以来单日最差表现 同时全球股市也像是商量好似的 同一天发出了响应 日经指数暴跌12.4% 跌到垄断 抹平2024年初至8月的涨幅 创下历史最大跌幅 超过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记录 韩国股市收盘下跌8.77% 此外比特币也一路大幅走低 跌破5万美元 代表市场恐慌级别的指数 VIX飙升64.9% 直逼疫情时的峰值 这简直太可怕了 对于衰退信号出发 SUM却有不一样的反应 表示这次可能与以往的不一样 对于当前市场的动荡 行业里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 还有很多老铁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老少在本期视频会一一展开细聊 美国这一轮是否真的进入了经济衰退 当前这些数据会对资本市场有什么潜在影响 股市房产市场包括住宅和商业地产的现状 以及未来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趋势 在经济衰退的阴霾下 我们普通老百姓该如何避险和投资 才能让自己的财富不缩水 尤其是第三第四条策略 是能够在衰退的场景下 帮助各位翻身 实现财富越迁的重要信息 强调一下 本视频仅为老少个人分享 不做任何投资建议 视频开始之前 别忘了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跟着老少这个有15年统计分析经验的数据老鬼 用大数据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市场 看懂趋势 投资买房不迷路 首先 对于美国这一轮是否会进入经济衰退这个问题 老少收集了美联储历次降息周期的重要数据 包括降息起始时间点 沙姆法则出发时间 同期重要的经济数据 时代背景 降息性质等重要的信息 放在一起就能帮助我们看出一些规律 推断出当前这一轮经济的可能走向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是美联储降息可分为预防性降息和解困式降息 预防性降息是指在经济衰退迹象还未显现 或者刚开始时 美联储为了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而采取的措施 而解困式降息则是指在经济衰退已经开始 或已经较为严重的情况下 为了缓解经济困境而采取的措施 以所谓的亡羊补牢 看这汇总图表 从1970年代开始 美联储的数次解困式降息行动 均无法阻止衰退到来 并且有一部分是在萨姆法则衰退信号触发之后 才采取的降息行动 真的是屡屡坏事 难怪罗伯特清奇在富爸爸节目里说 美联储是犯罪激动 不过美联储历次的预防性降息 大多都能避免经济衰退 哪怕是97至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也未能使美国经济衰退 看来美联储也有做对事情的时候 唯一一次衰退就是08的次贷危机 危机前夕的预防性降息 并没有成功阻止经济衰退 然而那个时候 地产的次贷泡沫已经在被刺破的零件点 看到这些数据 是不是顿时觉得那些老化 未与筹谋 防患于未然特别正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历次美联储的防御性降息的一些时间 同期的失业率和核心通胀 甚至比其他解困式降息期间的失业率要高 这说明 单单失业率高也不能完全导致衰退 这和萨姆本人的观点一致 然而萨姆在彭博社也表明失业率较小的增加 可能会转变为较大的攀升 也有信号表明我们当前有这个趋势的可能性 然而最近通胀率持续降低 朝着2%的方向走 以及各方面疲软的经济数据 无疑给美联储降息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能总结出几点 1.单单失业率的水平不能说明是否会导致衰退 失业率的攀升和速度很重要 2.解困式降息大概率都无法阻止经济衰退 3.当前美国经济不能定论是否衰退 但是确实有往恶化的方向走 如果美联储再不降息之后 有极大的可能变为解困式降息 那样衰退的结局就很难避免 所以在8月份要出来的7月份就业数据 以及美联储9月份的会议决议至关重要 那现在的这种状况对资本市场 分别会有什么潜在影响呢 到底是否还会持续 我们分别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来看看 先看看对股市的影响 继续看这张数据图表 我把每股标普500 在历次降息时间后一年的变化汇总 很明显 预防性降息通常伴随着股市的积极反应 而解困式降息的效果就会变得阴晴不定 有时市场会继续下跌 对于一些大公司股票 如英伟达微软等等 小伙伴们可能会问是否已经跌到底 这里我们仍然来看看历史数据来帮助决定 以英伟达和微软为例 老师为大家汇总了两只股票 过去十年内的增长周期数据 英伟达在近两个增长周期结束后 股价从周期结束时的收盘价 到最低点跌幅能超过50% 跌幅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调整时间跨度一年左右 需要经过一到一年半这样的时间 股价才能恢复到前一个周期的收盘价 而微软在调整期的降幅就相对小很多 很难腰斩 调整期两个月到一年多不等 那到底有没有跌到底 一般这种长期财报强劲稳定的公司股票 当一个新的调整 跌破之前一次的调整的股价 大概率就会结束一个增长周期 英伟达截至8月5日这一周 最低跌至90块钱出头 上一次周期内调整 也就是今年4月中旬那段时间 最低跌到75块6这样 当前离跌破还有一段距离 并且英伟达的之前两个增长周期时间跨度很长 相对于之前的周期 当前也就是半山腰这样 而且之前的增长周期内也有较大幅度的调整 所以当前调整结束后继续增长的几率不小 但是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未见有明确的跌停的趋势 也不排除不久将来会跌破 并提前结束当前增长周期的可能性 之后是否会继续下跌 取决于很多因素 如英伟达之后的财报 市场上投资人的恐慌情绪度 失业率数据 美联储的决策 以及其他国家央行利率的政策等等 所以不确定因素很大 因为股市面对全世界各方面的扰动都会很敏感 所以这里总结一下 对于解困式降息 股市会有不小的概率崩盘而结束当前的增长周期 然后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修正 当前不能确定是否已经跌到底 不排除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性 取决于不久将来的就业数据 通胀 美联储降息决定 国际上其他国家央行的利率政策等等诸多因素 小伙伴们对未来趋势怎么看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八卦 那当前的经济状况对房地产市场会不会有严重的影响呢 我们分别来看看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 对于住宅地产我们也来做类似的统计分析 不同于股市 一般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都比较慢 因此对历史上每一次降息 马上汇总了住宅房价的三年变化 总体来说 房价在历次降息和萨姆法则衰退信号触发后 大部分时候没受太大影响 预防性降息往往有助于房价稳步上升 但是解困式降息的效果因市场条件而异 有些市场条件会让房价显著下跌 比如零八次贷危机的崩盘 但在其他情况下 如疫情期间房价却出现了大幅上涨 和股市不一样 房地产市场有着自己的特性 比如说土地是稀缺的 居住是刚需 生产需要厂房 看病需要医院 物流需要仓储等等 这些都离不开实体的地产 所以除了利率 还有其他更多的重要因素要看 如人口流动和增长 就业增长 库存供给和需求 城市规划等等 这些都会共同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变动 不是衰退到来房价就一定会崩盘 比如老少在2022年底 对坦趴完房价做的预测模型里 就提到过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感兴趣的老铁 可以在老少的主页搜索关键词看看 还有就是不同地区的市场 在同一时间 对经济衰退的响应也会不一样 比如说08次贷危机那段衰退期 德州达拉斯 印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区域 就没有明显的下跌 但是加州圣和赛 佛州坦趴就有大跌 有两个因素很重要 我们需要展开来详细说说 首先新房的库存短期内 会对房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数据表显示 把每个降息起始时间点的库存汇总做对比 就能感觉出来 当新房库存接近或者超过8个月 同时美联储又是解困式降息的话 那房价基本上都会受影响 事实上 如果我把历史上高于8个月 和低于8个月新房库存的时间点分别汇总 就能很明了的看出 当新房库存高于8个月 之后三年内房价有不小的几率会降 但是我们这一轮周期虽然新房库存超过8个月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却没有见崩盘 仅仅是2022年第三第四季度那阵有所小调整 为什么 因为08次贷危机是住房次级贷造成的 导致失业率迅速飙升 许多零首富或者低首富的业主房子被法拍 很多银行屋出现 一个区法拍屋越多 整个区的房价就越容易被拉低 看这数据图 截至2023年底 美国法拍房的比例远比次贷危机那个时候要低 所以要出现崩盘条件还不具备 当然 不同的地区 库存和法拍的数据会有所不一样 疫情期间 比如说阳光地带很多地区 如佛州 德州等地 因为人口的大量涌入 新建了很多住宅 这些反映在总体库存的增加上面 看这数据汇总 在过去一年里 房屋库存增加的最快的五个州是 佛州 联英州 南达克达州 密西根州 和德州 当前库存最大的五个州为 夏威夷 佛州 弘大拿州 南达克达州 和北达克达州 最高的总库存五个月降 库存最高的是佛州 然而像佛州和德州的基本面 如人口增长 就业增长 失业率 在疫情后仍然是非常强劲 基本都高于全美平均水平 所以 这些局部地区基本面一直保持强劲 那么通过一两年的时间 把市场上的库存消化掉 房产市场依然会健康增长 房产市场崩盘的几率就不大 不过 在这期间可能会走平 或者有小幅调整 同时 扮成正常季节性规律 一般每年第三 第四季度 大多数交易淡季 会有减漏的机会 这两年 每年这个时候 建商都会有一些 不错的促销房源发给我们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私信老少 老少可以帮大家拔把关 老铁门如果有自己关心的地方 区域 想更深入了解 供需状况 也欢迎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 要深入看的第二个因素 就是法拍比例 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 比例最高的五个州分别是 特拉华州 新泽西州 南卡 内华纳州 佛州 但是相比08次贷危机 这五个州的法拍比例 仍然是比较低的 对比2023年同期 法拍比例增加的最快五个州是 南达克达州 北达克达州 肯塔基州 爱达河州 马萨诸塞州 这些州如果法拍的比例 一直这样快速增大的话 那就有监控的必要了 所以总结下来 对于房地产市场 预防性降息 有助于房价稳步上升 解困式降息 不能单独决定房价走势 一些基本面 如局部地区的人口增长 就业增长 库存供给和需求等等 其他重要因素 会共同影响房价 当前阳光地带的 诸多都会区 有较多的住宅库存 需要消化 但是市场基本面 还是很健康 所以崩盘的可能性不大 短期大概率会走平 或者局部调整 调整幅度 根据具体区域的 供给关系而决定 当业地产现在是什么状况 当前市场对商业地产 会有什么潜在的影响 商业地产的贷款 不像住宅地产那样 30年期固定利率 而是更短的期限 比如说5到10年期 还有很多在疫情期间 收购的物业 债务是浮动利率的过桥贷款 这些物业或者没有购买 利率上限保险 或者大多买的 两三年期的利率上限保险 2024年随着贷款到期 或者利率上限保险的到期 除非业主能把贷款延期 否则很多的商业地产项目 需要以当前的高利率重新融资 又或者是项目团队必须出售物业 所以从2023年开始 就有很多物业开始出现困境 看这数据图 截至今年4月份 困境物业比率上升到8.35% 如果划分不同的商业地产板块看 办公楼和零售物业困境比率最高 超过10% 其次是酒店8% 公寓楼困境比率最近攀升的也比较快 从3月份的3.7%攀升达到4月份的7.2% 工业厂房和自住仓储很低 在1%以内 看到这些困境比率 小伙伴一定会问 是不是商业地产的抛售潮要来了 这里要注意 困境不等于违约或者坏账 一般违约或者坏账 真正经营不下去了 又无法重新贷款 才有可能抛售 看这数据图 各个地产板块的违约率 公寓楼2.4% 工业厂房0.6% 零售物业和办公楼比较高 分别是6.4%和7.6% 其中 公寓楼和工业厂房的违约率还是历史低点 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 说明大批物业抛售的几率较小 但是 会有减漏的机会 就是那小部分经营不下去 必须得亏迈的物业 比如说 我们最近投资的一个100大元的公寓楼物业 就属于这种类型 商业地产对利率很敏感 一旦降息 很多困境物业就会走出困境 商业地产回暖 而现在因为失业率的上升 美联储降息的几率大大增加 所以 总结下来 商业地产公寓楼和工业厂房贷款违约率 还处于历史低点 商业地产大概率会有一定比例的困境物业出售 但是 抛售潮的几率很小 如果美联储降息 那么商业地产价格大个率会回暖 对于当前经济状况和潜在的影响及趋势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 首先要冷静 静观其变 尤其是对于股市 恐慌性的短期频繁操作是最容易亏钱的 尤其是当自己看不懂市场的时候 更要冷静 如果一定要短期避险的 也可适当套现 转到如高息的定存 或者放到money market等账户 这些我在前一期视频里说过 但是老少自己是倾向于长息持有 不喜欢短线操作 必考虑在跌得比较厉害的时候买入 正所谓别人恐慌我贪婪 也可考虑长期定投大盘指数 从时间上分散风险 第二 对于地产更是要考虑放长线投资 不同于股市容易动荡 降息对房地产的效果一般立干净 尤其是当前降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同时有些地区的业主 因为库存压力大 更容易讨价还价减漏 那样拿下好的房产之后 降息再重新贷款就非常滑涩 第三 对于住宅地产 如果是刚需买自助房 根据自己的需求 不要买超过自己财力承受范围的 比如还款越过和越收入比率不超过1比3 这个比例越小越好 如果是投资房 确保能有现金流 以防养房 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环境 减少贷款杠杆的比率 那样即便衰退发生有空置 还款的压力也不会过大 第四 对于商业地产投资 仍是那句老话 做好尽职调查 可以考虑那些因为困境而打折出售的地产项目投资 那样回报的空间会很大 老少自己是专攻大熊公寓楼地产投资的 专找优质高回报的商业地产项目投资 感兴趣商业地产投资的小伙伴和私信 第五 留有足够的现金储备 削减不必要的开支 以够不时之需 一般来说 预留至少六个月的生活开销的现金储备 以应对经济衰退的发生 最后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程度的分散投资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样就能分散风险 各位小伙伴同意我的看法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参与讨论 如果你觉得老少的分析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订阅频道顺便帮我点个赞 这里是老少看房 数据老鬼 用大数据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 分析市场看懂趋势 投资买房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